3 2 1 根据石藥署2019年统计 台湾衣材贩卖业者有近5万家 整体营业额高达1177亿元 目前在台湾1649家衣材制造商中 有7成是外销 光是去年台湾输出的衣材就有约740亿 我们只有看到潜力 没有看到产出 所以石藥匙要办这一个专案办公室 要办很多的训练课程 法规说明会 甚至是专案的辅导 然后让各位的产品真的能够成型 能够上市 然后赚大钱 重点是要怎么样卖 怎么样来进入到真正的临床上面 能够让这一个病人 或者有需要的人可以用得到 我们可能还必须要往外去 往国外去 成立专案办公室只是第一步 未来石藥署也将建制 资通讯及医疗媒合平台 也会进行跨域ICT法规人才培训 建构AI医材人才库 完善法规制度 让台湾的智慧医材 也能迈向国际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 叶云鲁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